大家好我是老刘 在沈阳北一路万达有一个叫黑牛家的烤肉改成自助餐了 因为这刚开的品质应该不差 我把所有的肉类的菜品猪肉和牛肉的都点了一遍 大家自己看一下 59块钱两个小时 押金的话收了我们两个人40 这个就是他们家目前为止所有的肉了 他给的时候这个单子混掉了 我对不上什么肉是什么肉 就是给大家细看一下 咱们展评一下 看一看这个肉的品质 说实话毕竟只花了59块钱 我觉得其实还好 把这个肉给它都烤上吧 是这个电烤的 电烤的 这是啥呀 这是五花还是胸口锅 对不知道啊 我们先过来盛点这个干料吧 又着火了都这会儿 这个温度还行啊 整棒子 这个低点 好 我给这个整着了 我赶紧把肉给拿出来 他说了这个火最好呢 是调到三左右 我刚才调到了七 然后就着火了 就是他这个火特别的大 特别的硬啊 是个原味的 甜的 跟这两口锅的味差不多 还行 现在在火三的话就好很多了 现在是火三 已经不是火七了 因为这个肉太肥了 油滴下去了 所以就着火了 把它挪到一边 一会儿它就不着了 吃到现在这个肉啊 就已经都是蒙圈的了啊 也不知道什么肉是什么肉了 蒙了 大家是扫码点餐的 不是大家常以为的那种 就是自己随便拿的 不是啊 大家这个上菜有点慢啊 我点了个炒饭 快二分钟了也没上来的 嗯 但是肉吃着挺好吃的 大家也是可以点麻酱的 但这个麻酱是老式的 上面撒了一大勺的这个白糖啊 整体有味道啊 是甜咸口的呀 大家可以说一下 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调料 是不是 蘸的料汁 我一般就是麻酱 他们家的饮料不要点 大家是点餐汁 但是饮料自己来拿 你点了之后 可能你要等半天 它不一定会给你上 就自己过来拿就行 来这块建议点肉 不要点任何的什么炒饭啊 一类的 因为那些需要厨师的话 上的很慢 我点了一份辣白的炒饭 现在大概半个小时了 也没有上 但是这种肉 它上的非常的快 就直接点肉吧 整点这个辣白再去腻啊 来给粉刺来一口 粉刺来 建议大家呀 就是点餐的时候 以分性给这个点完 他家的这个家餐方面 不是很快啊 就是你点完了之后 不是说你刚点完的 刷就给你上来了 你在家二次餐的时候 他就上的比较慢一些了 就是他家就是屋里没断过人 可能是刚开的是人特别好 给服务员都忙忙了 各种漏上什么的 这些问题我估计就是 他可能过段时间磨合一下 可能会改善吧 是不是 比如说我点的是辣白菜炒饭 他给我上错了 上成了辣白菜 但是也挺好 我决定再来一份辣白菜 这个跟肉配着就是 也很好吃啊 很好吃 嗯 这是吃肉吧 太感人了 估计得四十多分钟 一个小时了吧 这个上来了 吃肉吃饭也行 后上的这个肉标签没有混 看着比那个要好很多 但是他说的是四列 四列给了五片 自助餐这个东西吧 说白了就是 它那个就是下上 反正是不见量的 不够咱就再要呗 是不是 兄弟们我这个要慢慢吃了 因为烤肉这个 它太费时间了 就是说需要我们这个 确实是不太适合这个拍摄 大家呢也看到这个实际情况了 好吧 就大家感受一下 五四九一个人合不合适 是不是 再见吧兄弟们 咱们这个再吃两口 咱们就走了 是不是 辣白菜跟烤肉 嗯 我认为很好吃啊 这个搭配很不错啊 这边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别忘了告诉我 名字和地址我会去拍的 就是他们家顾客太多了 然后 明显感觉 服务人员和前进后主人不够用了 你就忙不过来了 超货客运软 就是可能 就服务员一类的也很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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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